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拿大中文电视台TVCN的每日药文 我是主持人Cherry 今天是加息时间2021年5月17日的星期一 下面请看加国药文 首先是最新的疫情相关信息 大温海滩千人聚集 RCMP紧急派直升机去 大批警察出动 上周末连续两天 数千人在English Bay海滩上狂欢蹦迪 惊动了整个温哥华警局 派出了精锐直升飞机Air One 与海军陆军全面合作驱赶 整个当趟充斥着警笛声和直升机噪音 据悉本次聚集更可怕的是 90%的人都没戴口罩 很难相信 这是日增500例新冠病例的BC省该发生的事情 疫情持续一年多了 不少人在家都蠢蠢欲动 准备外出游玩 来看看加拿大公布解封标准 昨天加拿大卫生部对外公布了解封标准 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政府将会逐渐放宽公共卫生措施和限制 条件一 居民第一剂接种率达到75% 条件二 居民完成两剂接种率达到20%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 那些已经获得第一剂疫苗的人们 应当可以安全地参加户外活动 例如露营 远足 野餐和室外用餐 并且一旦加拿大秋季75%居民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到时候各个高校 室内健身 还有更多的家庭聚会成为可能 再来看看最新的疫苗消息 大瘟疫男子注射疫苗后血栓 紧急切除三米肠子保命 近期 BC卫生厅公布了又一例接种牛津 AZ疫苗后出现血栓的病例 这名非沙卫生局辖区40多岁男子 在接种AZ疫苗后发生血栓现象 开始呕吐变血 在注射疫苗两周后 紧急切除三米肠子 才险些保住性命 现在加拿大已有200万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牛津 一共出现13例血栓病例 其中三人死亡 最后来看一下联邦政府的一条消息 加拿大把塑料制品列入有害物质清单 5月12日 联邦政府将塑料制品列入加拿大环保法中的有害物质清单 这意味着塑料将被正式视为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产品 现在加拿大有33%的塑料制品用于包装 26%用于建筑业 目前对于生产厂家暂时没有影响 但是这个改动赋予政府制定相关管理规定的权利 因此未来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 加拿大计划今年禁止六类一次性塑料制品 包括食品店塑料袋 加拿大计划在今年禁止六类一次性塑料制品 包括食品店塑料袋 吸管 塑料餐具 外卖盒 搅拌棒和六件替环 另外请大家继续聚焦世界头条 了解全球时事 欢迎收看今天全球各大通讯社关注的世界头条 首先先来看一下新华社的报道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100多次空袭 炸毁美联社所在大楼 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称 他们正在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袭击 并表示目标是恐怖地点 巴勒斯坦方面称 加沙城遭受100多次袭击 而就在当地时间5月15日 以色列国防军刚刚轰炸了加沙地带移动大楼 包括美联社 半岛电视台都在此大楼办公 而美国方面再次阻挠安理会 无法通过以巴冲突声明 法国法新社的报道 美国今天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联合声明 声明中呼吁终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乱 并保护平民 这是美国一周来第三次阻止这项声明过关 接着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2016年全球74万人死于长工时 世卫称疫情期间更严重 世卫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进行的研究显示 与每周工作35到40小时相比 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会使中风致死风险提高35% 心脏病致死风险提高17% 其中近75%是中老年男性 东南亚与西太平洋国家最为严重 而全国封城期间工时会增加10% 会提高工时太长致死的风险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德国路透社 印度官方首次承认有新冠死者尸体被抛入河中 被印度教徒视为圣河的恒河浮尸图像 震惊了世界 印度一个邦政府表示 在一些河流中发现了COVID-19死者尸体 首次正式承认了这种令人震惊的做法 印度官方报道 近两周每日约有4000人死于新冠 但卫生专家表示 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 最后来看一下今日的重点新闻 重磅 四川道成县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发现大量超高能宇宙加速器 四川在线的报道 5月17日 一场高能物理学备受关注的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Springer Nature联合发布了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的重大发现 LHAASO在银河溪内发现 大量超高能宇宙加速器 并记录到最高1.4π电子幅γ光子 地球上建造的最大加速器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LHC只能将粒子加速到0.01π电子幅 这是人类观测到的最高能光子 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认知 这表明银河系内遍布拍电子幅加速器 开启超高能γ天文学 这是人类观测到的最高能光子 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认知 这表明银河系内遍布拍光子幅加速器 开启超高能γ天文学的时代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加拿大中文电视台 DVCN每日新闻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主持人Cherry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点击关注不迷路 每日最新最热的新闻准时奉献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